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样完成这个鱼的导引线动画 首先我们在背景图层使用这个被子曲线工具 先来绘制一个导引线的路径 好,那我们现在完成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记得点到这个地方 按下Ctrl加C 接着我们点到要套用导引线图层它的位置 在这里按下Ctrl加V 就可以把导引线的动画加进来 那我们可以透过选择第一个或是最后一个关键格 拉动它就可以调整我们的动画时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导引线的效果 虽然有跟着导引线动作 但是鱼却产生了倒着油的情形 所以呢,如果你要把这个地方做一个调整 我们就可以在转弯的地方 利用Scale来做所谓的水平翻转的动作 那我们找到这个缩放 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它的等比例缩放先关掉 那接着呢,我们找到转弯处 首先我们在这边增加一个关键格 接着你可以用键盘上的上一页下一页 Page Up Page Down 我们到下一个关键格加入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变成负的 那它就会有一个马上转升的效果 好,那再继续走 走到这边 一样加入关键格 再加上一个Page Down 我们在后一格再把它转回来 所以它在这中间 就会有这样转升的效果